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David sir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日 在此祝大家元旦快快乐乐 香港越来越平安 香港越来越繁榮 大家都有事做 开开心心 过2020 好了 今天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聖马可中学的事件 大家知道我在12月30日拍了一条影片 就讲聖马可中学7人唱歌读白 年轻学生真心相信 那一晚 我就有幸跟那班亲戚一起吃饭 他们有些子女 就在聖马可中学读书 我问一下那班年轻人 究竟聖马可中学那件事是怎样的 他们跟我说 其实学校 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 他们在外面拍片 不是在学校里面拍片 他问我 你看到有多少人在拍片 我说7个 他说是 人数是很少的 现在所谓的政治意识 在学校根本就很少讨论 大家无论是什么立场 其实 现在上堂就是上堂 而且这段时间是假期 所以 他们玩得很开心 还有 有很多假期的功课 要去做 那 所有的政治议题 其实早就放在一边 他说 早在几个月之前 当反修例 运动 很热烈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有不少学生 戴着口罩上学 和周围去宣扬 所谓的港独歌曲 但是 现在 是非常之少 而且 集中在 非常少的人身上 才会做这件事 我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 很安慰 学生 应该好好地学习 学好他们的知识 将来 可以贡献家人 贡献社会 这样才是最对的 而且 学校的老师 也都不应该去宣扬 任何政治的思想 但是 我呼吁老师 一定要教学生 看清楚 什么叫真相 不需要拿回香港发生的事 给他们看 在外国 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证明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 我们最紧要 fact check 才知道 真 是假 还有 要教班学生 什么叫逻辑思维 当他们懂得明辨是非 香港 就会越来越平安 希望各位老师 各位学生 尽好你们自己的责任 帮助香港 建设成为一个 人人 安居乐业的地方 在这 多谢大家 先 都是要说一句 自己香港自己救 记得登记做选民 功能组别 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